吉安鄉代會11月1號前往了吉安創客站進行下鄉考察 代表會主席秋美雲副主席黃金巴還有多位代表 在相當遊俗珍和工作客室主管陪同之下 帶領了南華國小14位學同 親自利用客家兆頭走作米食文化 體驗吉安鄉好客大家庭的溫馨氛圍 吉安創客站今年度在代表會的支持經費意註下 截如氣躁在管設中營造出古早味的客家廚房 1號下午也邀請到南華國小14位小朋友 跟著吉安鄉代會多位代表以及鄉長 在秋春蓮老師的帶領下 以紅麴 菠菜 紫薯 蝶豆花等天然蔬果色彩 製作五行鹹湯圓 現場還展示出已知年土藝術創作的板池作品 栩栩如生的模樣讓小朋友們都回味起其中的甜美滋味 超級好玩 有安骨粿 有安骨罐還有呢 還有那個 花板 你覺得黏土做得怎麼樣 花板 砍沾石 還有橫色黏土 你們之前有吃過嗎 沒有 有吃過一些些 我剛才有吃過 吉安鄉代會在首周的質詢中 就有多位代表關切鄉內客家事務的推薦 特別選在1號上午下鄉考察 發揮友善監督的力量 我們今天吉安鄉代表會質詢的時間然後來到我們客家所實地來體驗一下我們客家所做的一些設施跟設備 然後還有我們的客家美食老師來幫我們做一下客家的美食 讓我們地方的產業讓我們的客家美食能夠推廣出去 吉安鄉不是沒有客家美食有非常多的客家美食 希望來到吉安的觀光的好朋友們在吉安鄉能夠逗留下來品嚐一下我們的客家美食 今天是代表會的定期會來到我們的吉克燦 看看檢視我們過去對這樣的一個建設還有整體的發展 謝謝代表會的支持我們相信吉安鄉公所的團隊會竭盡情力來推展我們地方的藝能藝文文化族群融合的這樣的一個傳承 也希望我們有更多的好朋友更多的鄉親來認識吉安 而南華國小也感謝鄉公所的邀約配合學校在地課程及藝術領域課程 讓小朋友對自己家鄉的客家美食和特產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體驗 不僅是親自品嘗到食物的美味 還對它的形狀、色彩、外觀製作上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記者 許立芹 吉安鄉報導